罗路区西康路虽然只有短短306公尺 但由于周边临近河滨公园购物中心以及工厂 原本仅有的连幅街车流相当庞大 地方也持续争取超过20多年 要将原本截断的西康路打通 终于在111年完成工程并且通车 但是后来又有路幅过于小小的问题 因此在乾隆议员跟里长的协调下 总算是在年初完成拓宽 让地方民众通行更顺畅 而西康路在先前早已打通了 打通之后靠近连幅街连幅巷的这一段西康路 其实还有部分的道路并未持续的拓宽 然而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与林延珠里长与地主持续沟通 持续协调 也加汇也完成了道路的拓宽 所以现在不管是在我们光明路段的西康路口 或者是连幅街连幅巷的西康路口 我们整条道路的宽载度都是一致的 也提供我们车辆在汇车通行上更加便利 西康路的打通提升了我们整体车流的顺行 避免拥塞情况发生 当然我们西康路靠近连幅街连幅巷 整体的拓宽也加回了两侧双边车辆 汇车通行上的安全 警星里长表示西康路的打通拓宽真的是很漫长的过程 光是沟通征收土地就花费很长的时间 还有地主因为征收太亏不愿意配合 从109年当选里长后就一直在奔走 很感谢议员跟师傅的帮忙 打通拓宽后也疏解了隔壁平行的连幅街车流 拥塞问题 其实西康路喊了20多年 一直没有机缘去谈成 因为有些地主认为说在征收的部分 价格他觉得很低 所以他不愿意让政府征收 那也是一个巧合机会 在109年的时候 我跟我这边刚好当选里长 就跟楚春来那时候当时的议员 去跟几个地主去协商 后来他们都同意征收 那征收之后 我们就在110年的时候 就开始打通我们的瓶颈计划 那通了之后 可是我们后来才发现到 在西康路以及那个连幅巷的部分的话 它还是很狭小 差不多一辆车的可以通行 那没办法汇车 所以说后来在公所这边 的努力之下 在去年的时候 就一样征收了一些地主 然后把我们的西康路的 跟连幅巷口的部分的话 就是整个路口把它弄成喇叭型 在汇车或者是在行车的部分 会比较安全 西康路跟连幅街之间 有连幅巷做连接 但是西康路靠近巷口的部分 由于设计时没考虑到路宽 导致打通后还是频频塞车 现在总算是有了足够的停等级会车空间 不仅车流更顺畅 行车的安全性也是大大提升 议员表示将会持续关注 卢竹的交通布局 期望通过完善交通路网 有效串联大竹 南砍三角的三大生活圈 记得来为一投影报道 以支援 你可以 印筒 优责 广告 板